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小凤从一开始的练习就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甚至磨破了脚皮 但他并没有听从演唱会 音乐总监郑国亮放弃的建议 坚持将三分钟的舞蹈环节练得更加出色 在演唱会上 他展现出来让人们掌声雷动的舞技 观众喜上坐满了来自马来西亚各地的粉丝 还有来自印尼 新加坡 瑞典 以及泰格等 对身穿传统服装的乐迷们 此外黄小凤还邀请了两位特别嘉宾参与演出 企业家形象美学顾问黄欣盈 Lini Wong是其中之一 作为讲师并具有丰富的舞台演讲经验 他表示这次是他初次登台演唱 并鼓励大家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他人的生命 他还乐将预定了价值一万令吉的入门票 邀请了好友观赏演出 另一位特别嘉宾是2018年Astro 经典名其大载冠军林永发 他以幽默分区的表演赢得观众们的欢笑 他要求没有伴侣陪伴出席演唱会的观众举手 并提醒单身观众记得多穿一件寒衣以免着凉 当晚恰逢林永发的生日 黄小凤在节目尾身上带来了 粉丝们送上的特制寿陶生日蛋糕 并逗趣的祝他快高长大 整个演唱会充满了欢乐和感动的时刻 黄小凤展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不仅通过精彩的歌唱演绎了经典曲目 华语出色的舞蹈技巧给观众们带来了精细 此次演唱会不仅给粉丝们带来了难忘的体验 还为多个慈善团体筹集 到了115万3000令吉的善款 为他们的慈善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持 琴谦经典慈爱演唱会不仅展示了黄小凤和其他艺人的才华 也装响了音乐与舞蹈的力量 以及人们对于慈善事业的热心 这场演唱会为观众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并呼吁人们通过音乐与舞蹈传递爱与关怀 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他人的生活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机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